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刚刚过去的8月24号 是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的31周年 相比起往年的大肆庆祝 国内还是弥漫着 肃杀的紧张气氛 全国上下无不担心 俄军在这个重大的日子 展开大规模的攻击 为此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 首都基辅更是取消了年度庆典 禁止庆祝活动 但是 低调的举动并没有换来和平 中部城镇恰普利涅一座火车站 遭到莫斯科的火箭炮奇迹 共有22人死亡 距离由俄军掌握的顿涅茨克 大约145公里 住着3500人的小镇恰普利涅 在乌克兰独立日 遭受俄军火箭弹的轰炸 造成2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 当地居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平民在不知不觉中 终究丧失了性命 尽管是妇孺也难逃一劫 这座城镇的遭遇 成了很多人无法忘怀的悲痛 2011年 你只是在家里面 我不是在家里面 我不是在家里面 乌克兰境内的各个城镇 在星期三早上就不断响起空袭警报 警告国人借被可能发生的袭击 但祸从天降 许多住家一瞬间被摧毁 人们没能反应过来 回到家里看到的很多是残垣败瓦 那我们不是在家里 总统泽连斯基事后在联合国的演讲中 谈到这起事件 扬言要肇事者为这起事故付上代价 同时提醒各国领袖 乌克兰的独立关系着许多全球议题 而这场战争也是目前多个全球问题的来源 人在基辅的英国首相约翰森也呼吁各国领袖 不要再幻想可以达成和平协议 更比喻人无法和已经啃食自己一只脚的熊来协商 他呼吁国际社会力挺基辅 并相信能够从这期战争中获胜 俄罗斯方面国防部长邵逸谷否认攻击民用设施 并强调已经放缓攻势以减少平民伤亡 根据基辅当局的统计 过去的半年内已经有至少9000名士兵和将领身亡 有数百万人失去家园 分析认为这场战事目前还没有看到结束的曙光 可能会持续长达一年 但是双方活力可能会逐步减弱 俄乌两国也需要为来临的冬天做好准备 避免成为另一波的人道危机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